周末时,居住在新疆喀什市东湖社区的居民热衣汉古丽艾莎将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摆上囊、香蕉、橘子等食物和水果与同一社区的丁瑞英、诺尔曼古丽等姐妹们一起包饺子画家常 这是东湖社区居民经常聚在一起的活动之一 除了包饺子外,他们还一起包粽子、唱歌、跳舞 周末我们大家都聚到一块,包饱饺子、聊聊天 就增加我们的友谊,从而大家有什么困难、灵力之间 都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两年前搬来东湖社区的诺尔曼古丽告诉中兴社记者 他非常喜欢东湖社区的邻居们,大家关系很好 我们天天见面,阿姨你好,心体怎样子,这样子问好 我们现在,这样子包饺子活动嘛,聊天也可以 开开心的,还有啥需要的,有啥帮忙的,我们也知道 据东湖社区书记米热尼萨麦迪热一幕介绍说 东湖社区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活动 让生活在一起的各族居民增进了解,促进民族团结 2019年以来,东湖社区共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活动14次,参加居民1300人次 星期二的时候,一起跳呀,还有他们在唱歌呀 还有我们的就这个阿姨们的生日 生日的时候,都我们买个蛋糕,一起来过生日 还包饺子,我们也学会一起学,居民也很高兴 还有我们校区的那个广场,他们一起跳舞 见米热呀,都在他一起玩 东湖社区是喀什市加油好林项目的生动实践和真实缩影 2016年,喀什市政府在深圳社会工作人才原浆工作的基础上 联合阿凡提社工中心在全市40个小区 开展了加油好林民族团结社区服务项目 阿凡提社工中心社工周峰告诉记者 他们和社区通过开展健康知识讲座 厨艺大赛,趣味运动会,生日会等不同活动 促进社区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 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 有我们的加油好林项目 有这个邻里帮啊,邻里乐啊 然后这个还有邻里学,邻里送等等 主要就是促进咱们这个社区的这个民族团结 跟这个邻里和谐 增向咱们这个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漫步在东湖社区的广场上 有各族居民随着音乐起舞 还有小孩在一起打篮球 民族团结的花环 正是由邻居之间点点滴滴的情谊和交往编织而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